顏色不分藍綠 支持性專區 顏色田聖傑 頭底中立一票 嘉義市議會選議長 議事人員念到這個議員名字 速度加快 因為有十六個字這麼多 可能會比較需要專注 在我的資訊表現之類 或者是相關的監督政策 然後服裝的話 我們覺得也許一個人去試 衣頭長髮穿著白衣 還有牛仔褲現身議會 他就是三十三歲的 嘉義市新科議員 他的名字總共有十六個字 好奇之後議事進行時 會議主持人怎麼稱呼他 之後都不會改回名字 之後就是再看看怎麼樣 新科議員原本就姓嚴 未來怎麼稱呼 就看之後怎麼跟議會同仁協調 另外嘉義縣也有名人 當選議員 十三年前 因為職棒假球案 之後被判入獄服刑 綽號雨刷的蔡正宜 今年返鄉參選 當選議員也成為議會話題人物 鏡頭來到新北市議會 則是有父子一起宣誓 建的這個大門 我都要稱為陳議員 不能再叫兒子 民眾黨的陳士軒是新科議員 不過站在他前面這一位 則是他的父親 連任四屆的國民黨議員 陳明毅 成為另類焦點的 還有雲林縣長就職典禮 世界足球賽的冠軍 我們可以看到當中的聯魂人物 就是美席 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對象 現場張立善連任就職 全身上下走運動風 就連縣府團隊也一起穿起足球裝 各縣市議會和首長團隊宣誓就職 有新面孔也有舊班底 接下來就是正式走馬上任 兌現選民期望 今新聞蔡豐朗 林嘉儀參謀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